Zither Harp 山的那边有几重山岗 海的那边有几重海洋 只有比天大的心知道答案 心在天边 填在头上 相逢多能在 相知路上 相互见自己 就是对方 泪水搬水 只想着太阳流光 轻易交给 岁月流淌 说一想 说一想 说念念记忆的月明月暗 我都是梦里 天远如何如常 说虔诚 说过往 说随随 自己的离合悲欢 只剩下 相思交往 相逢多能在 相知路上 想不见自己 就是对方 泪水汗水 只想着太阳流光 轻易交给 岁月流淌 我都是梦里 天远如何如常 说天生 说过往 说随随 记忆的离合悲欢 只剩下 相思交往 来 给你阿母送去 我命啊 去给你媳妇 请个好点的大夫 是啊 在台湾哪 没有一个像药的大夫 我托人到湖州去请了 我们林家不能再有什么事了 一家子平平安安的 我走的时候 见到你阿爹也好有个交代 阿母 咱家的日子 一天天猴起来了 您老别总是我坏出家 那天杨老板来说 张老的生意不能做 我这心里啊 就不踏实 这么大一座宅子要盖 还有你那些的弟兄 这朝东也还没回来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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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 老夫人 门东 没吃饭吗 来来来 一块吃 来啊 不了 二哥等你吃完了 我们找你有事 有什么事啊 现在就说 就是 说吧 我们就到他衙门讨钱了 可连大门也没让钱 就给轰回来了 这也太起人了嘛 谁敢 邓阿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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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呢 台湾几个衙门都换人了 兵背道换了丁之介 总兵换了哈达庆 孙阿善也当了什么副将 这百名是和我们过不去嘛 走 咋到去 走 走 闻明 站住 你们刚才说 谁当了副将 回老夫人 是曾阿善 这是给你们找来了一个克星啊 这个白眼狼 他不来找我呀 我还找他算账呢 走 闻明 你去干什么 跟你打 阿母 过去我什么都听您的 对我这个白眼狼啊 您可不能拦着我 不拦你 是让他打死你 还是让你去打死他呀 反正啊 我在他手里已经死了好几回了 孔大人就是他太子的呀 这回 他领了靶子来对付我 对付咱们邻家 对付所有的太友兄弟啊 我领得了仇一 我认不了十五 你要让这么多兄弟跟你一块去送死吗 那我就一个人去 找找 阿爹 去 把我那个装官服的包袱 给我拿来 阿爹 阿母都病成那样 奶奶年纪也大 你能不能不闹 你少跟我废话 去不去 好 自己去 二哥 二哥 别管我 走走走走 白白马 你三哥 鬼 amos 是 我们叵》 你俩 なんか 干 干 干什么 干什么 拿着 拿着看看 看清楚 这顶子是你的大还是我的大 你的大 那咱俩换换 这这这这这这 这怎么可以 那就废话少说 准备带路 是是是 天月 外边挡着去 是 快走 唱 这儿有人吗 呦 丁大人到台湾来当倒台 我是一个济营的副将 这穿不穿官服戴不戴官帽呢 这不所谓 就是我 拜 当然了 林副将 和你的那些台俑们桀骜不驯 那是出了名的 在福州 你的手下都敢闯我的梁道衙门 你这回亲自来了 当然更不会把我一个兵被盗放在银里 丁大人这话 听得让我有些脸红了 我记得当年你是台湾的支部 孔大人是兵被盗 你的顶不上去 你还不是跟他对着干吗 还有 你既然是台湾的地方官 按照朝廷的理智 在你的侠内 有一个朝廷亲风的一品告命夫人 你是不是应该参拜一下人 既然 连朝廷的规矩都不要了 丁大人 还有什么脸面 说我那些台俑兄弟 我会参拜老夫人的 我会参拜老夫人的 那倒不必了 就是去了 老夫人也未必见你 丁大人 我的来意 你也明白 咱们直说吧 欠台俑兄弟们的军下 还有阵亡将士的续淫 何大人可说得清清楚楚 由台湾兵被盗衙门不发 你既然认了这个兵被盗 就应该由你来兑现 如果你要想靠身边的那几条狗 来跟我们作对 那你有什么错 你说谁呢 谁是他身边的狗 说谁 李文明 你当年就该杀死你 想跟我杀死你 还如同杀一条狗 杀 用刀 还是用枪 来人哪 大清的军力 你们都听说过 兵士对抗马总 马总对抗千总 千总对抗游击 游击对抗参将 参将对抗副将 什么罪 等同造反 林大人 你告诉他们 我们对还是不对 就凭你们几个要跟我们干 你们大几级呢 下去 李文明 你是济明副将 我是十兽副将 我跟你干不算造反吧 来啊 你压下去 谁敢杀 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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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什么 当年就能杀了我 告诉你 李文明从来就没有怕死过 人家要杀你 你也死了十字回了 你跪下 跪下 你跪不跪 跪下 军之剑 告诉你们 陈勇兄弟个个不怕死 要是想骑在我们头上 你们也得准备进行命 李副将 你先把枪放下 陪我找住 陈勇兄弟的钱 给不给 什么时候给 什么时候给 把你之后 先给一半 把你给我立个字去 嗯 快 儿子 我没有儿子 你出去 嗯 我说了 我没有儿子 你还站在那儿干什么 阿牧 你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的一个儿子已经死了 剩下一个儿子还要出去拼命 我哪里还有什么儿子 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阿牧 儿子是错 我实在是忍受不了 曾阿珊又来欺负我们陈勇兄弟 如果这次要是怕了你 恐怕以后 我们就哪有出头之日了 你看着你阿牧这一头白发 你也不能就这样说走就走 还动了枪 要是你打死了他 他打死了你 阿牧 我这一家子人怎么办呢 再说 毕竟他是秦娘的哥哥 曾老先生的孙子 毕竟是和你兄弟一起长大的 再说 要是你大哥还在的话 他会答应你去拼命吗 要是秦娘和曾老先生在的话 你这个样子他们会怎么样啊 阿牧 李伯父 我以后 不再跟咋人争斗就是了 但愿如此 你媳妇啊下午病得更重了 还不是担心你吗 那么老是你 你的一个人 又不敢说你 这一下午高伤不退 吃药也不见效 你去看看他吧 出去见到阿三 叫他进来 知道了 阿三 阿三 快 老夫人 你去趟泉州吧 见到大少爷就对他说 我说的 这张闹生意要做不成啊 茶叶生意就一定要谈成 这个家就指望他了 好 我就去 还有啊 看看泉州有什么好的大夫 请一个回来 是 是 大夫人 躺下躺下 来 来 来 怎么这么烫啊 不好受吧 要是难受啊 这是 要是 我们是 的 宝贝 我 不 我 稍微 我 想我 你 就 就是 我 他 是 都是 您的 还是 我要这样说 我知道 从家进门那天我就知道 是我陪不上你 是我让你委屈了 你看你说什么呢 别过了 你呀 这么些年 我在外面打仗 我都是靠你 帮着阿母 照顾孩子 好好养病 养好了 我还指望你给我煮饭 给我齐茶呢 好 大爹 和他爷爷比 和他大伯比 就属你最顾家 可我这病 把伤好不了了 好 一定能好 这是什么狗屁大夫 吃了这么多药都不管用 朝长 朝长 再另外找个大夫来 爷 来 来 咱们上哪儿药啊 上什么药啊 死不了 你看看你都什么 说了不上 去去去 去把那封信给我拿来 你是说 灵灵茶 不要再给我提她了 哦 你不高兴 我也得说 爷 你不高兴我也得说 你想看就看吧 不然总是快心病嘛 什么心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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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心病了吗 我跟你说心病了吗 妈的 你这两个人 我知道杀了他们 他们 没有命 还有丁之剑 丁大人 你记住啊 这事千万别跟没人说 否则我们两个都会没命 丢我的脸 丢我的脸 你们那么多人 让他用枪顶着 还写什么字句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要这么胡闹 老子可不奉陪 那林文明 也还是朝廷的记名副家 我们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杀他 再说 他们家现在又被朝廷封了功臣 功臣又怎么样 要敢造反 所有的功臣全杀了 他要是敢造反 那就好了 可是他到衙门来闹事来了 他要闹事可以抓他 既然这么说 那总兵大人现在就可以派人把他抓起来 好啊 当初闹事的时候 你们谁都不抓 现在无缘无故让我去抓人 你想让朝廷责问我是怎么着 曾副家刚才也是说气话 眼下我们是不能去抓人 关键是怎么能让林文明他们再闹起来 他们闹起来我们就好抓人了 再者说 各省闹响的事都有发生 怎么能做的既谈压了他们 朝廷也可以认可 废话 谈压他们当然得朝廷认可 关键是怎么能做到这一步 曾副家 你把你那个主意说给哈总民听听 这要说起来也很简单 我的意思是呢 不能让他们光在衙门里面闹 要闹就得把整个台湾府闹得鸡犬不宁 那个时候我们在派人抓人杀人 都名正言顺 Arrow 看 把我照看 我们怎么看着 咱们看着我 来来来来 这是怎么啊 这些人 这些人都 这些人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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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以 这州 黄兰国是要流淡教 这每五天另交百门钱做军� will 这算怎么回事啊 叫我们去收税 去得罪老百姓 这招真狠 二哥 你给拿个主意 我昨天去那些死去的兄弟家转了一圈 好多人家都断吹了 一些人 今年的种子还没着落 这笔钱拿不回来 大伙的日子没法过 那就去收 收多少算多少 我们的军想可以放一边 可总不能看着那些孤儿寡母不管吧 不能说 这明摆着 是丁之剑他们的一个拳头 我们已经是被裁了的军勇 和老百姓一样 这要是去收税 就得犯国法 而且 才容易激起名怨 那怎么办呢 总不能就这样 让他们把倩想和虚影给赖了 也看着那么多死去的弟兄 家里过不了日子了 那就开我家的藏 先从我家藏里拿粮食 三栋五栋的 救济一下 断了炊的兄弟们 种子嘛 咱们几家还有富裕的 也拿出来 先救济救济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你就算把炊银和倩想都要回来了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炊弄不是去泉州商量 做张脑开茶园的事情了吗 这两件事情谈成了 我们才有活路 你们要明白 要想过上好日子 那得靠我们自己才行啊 那么多血汗钱 就这么让他们赖了 你怎么验不下这口气啊 对啊 验不下这口气啊 不叫 也得验 二哥 你这是怎么了 平时你不是怕事的人呢 我现在胆小怕事了 行不行啊 好 那二哥就不要出面了 我们自己的钱 我们自己去要 可以了吧 怎么样啊 就你们这些人去烧水 二哥 我们可以丢着收吗 没某钱的税 可以不收 做小买卖的 也可以不收吗 看自己的大财主 该收的还可以收 我看这样行 台湾海匪是靠我们平定的 他们的家产 还不是我们保下来的 收点税 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对 对 好 既然你们非要去烧水 那你们就去烧 出了事 别来找我 我们这些人呢 官也关过了 死也赎过了 这条命反正是捡回来的 无非是再被他们抓起来 杀头 风哥 二哥不管了 你就跳过头 二哥 不是弟兄们不听你 这实在是剑在弦上 不放也得放 我们也知道 二哥家封了公保地 不愿再惹事了 你也这么说 那就随便吧 都给我出去 算我说算了 你也犯不着 兄弟兄们发这么大火 你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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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刚才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你失难哪 可你是对的 儿子现在也不知道 是对是错了 再等几天吧 等朝栋回来 如果生意能做 我就去一趟泉州 您老去泉州干什么 我去跟杨老板谈 现在缺的不就是钱吗 如果把张老敞办起来 你那些弟兄 都能一起来做 赚了钱 大家就都有路走了 要去 那也得我去 您都七十好几的人了 怎么能让您去受这个颠簸 你去没用 怎么说 我现在头上啊 还顶了个一品告命夫人 我出面总有点用 再说呀 你得在家里盯着你那些兄弟 万一闹起来 你在就有主 都怪您儿子没用啊 别这么说 当年你阿爹被害 你大哥关在牢里 这个家 我们不是还把它撑起来了吗 不过呀 那天你阿母两眼一闭走了 那我就不管喽 这个家 就靠你了 哈哈 哈哈 子墨 大佬卖手饼 你服了 这事真好啊 五十分 来 你今天啊 要毛口里了 收着 这边 过来吧 来来来 我先拿 来 来 把那张桌子转个方向 好嘞 这可是摸到疯的 转桌子算怎么回事啊 一年四季还有个转疯的时候呢 你赢了那么多钱 还写不够吗 我天天输的时候也就不说了 今天好不容易摸到个好疯 你就受不了了 你说呀你 你说呀 行了行了行了 各位小猫 你们当着这么多吓人的面 不要吵了好不好 大小姐 说他们就说他们 我可一直没开口啊 大小姐 商行里还等着你呢 大小姐 大小姐 来 是去行里吧 是 大小姐 快月底了 如果方便 就把我们四个人 这个月的月历银子 带回来呗 家里的事我不管 你们的钱 等爹回来再给你们吧 要是老爷不回 我们的钱就拿不到了 阿姨太 你家的呢 个人心里的算盘 个人清楚 我不清楚 今天 我要你给我说清楚了 钱账都是你管着 还不愿给谁就给谁呀 要是台湾的那个邻居们的儿子 老呆在我们家门口干什么呀 你什么时候 看到我拿钱给人家了 我们家老爷又没有儿子 这么大个家当 还不都是你的 把钱给了谁 我们还能说什么 你们既然这样说了 我要是不把钱给人家 那还真是冤枉了呢 杨琪 大小姐 那个台湾的 什么邻居们的儿子 是不是还坐在咱们家的门口 刚才还在门口吃烧饼呢 要不我得出去看看 马上去 看看他是不是还在 要是在 从柜台账上 支一万块银洋 给他拿去 是 慢 大小姐 你的清白 至少我和老爷最清楚 犯不着跟他们生嫌弃 拿家里头的钱呀 往水里扔 这关清白什么事了 那个林家 跟我爹还是正经的世交呢 为了这个家 人家来求我们 我一个钱都不敢乱使 现在倒好了 扯到清白不清白上去了 我跟你们这几个小妈 都说清楚了 我是我爹的独生女 可真要是哪一天 我出嫁了 杨家的钱 我一个也不会带走 但是现在 我爹既然让我管着生意 钱怎么管 是我的事情 杨七 在 之前去 是 爹儿 我们走 是小姐 这是他们说 一句话就争出去一万块的一样 这还不把咱那家底都扔光亮 就是 到时候咱们姐妹几个 倒泥关 做泥骨去 林公子 不要再坐在这儿了 你就跟我进去吧 走吧 那杨伯伏回来了 还没有 那我在这里等就不进去 在这儿等 我可告诉你 你可等成个金元宝了 什么等金元宝 我跟大小姐发了善心了 说给你们您家一万块银羊 让你进去跟我支领走 等一下 她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万块银羊 你真人 给你你就拿着 你看你还问猛哥干什么 不清不楚的钱 我不要 这可是你说的不要啊 行 那我们大小姐 回来吧 自己去办吧 大小姐 杨青 怎么还不到她去拿钱 回大小姐话 她不要 不要 你不就是找我爹 帮你了吗 拿着这笔钱回去吧 大小姐 我找杨伯伏是来谈生意的 不是来讨钱的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张老兄我们不能做 看你这个样子 也不是做其他生意的 杨青 领着她去把钱 请 赚钱赚不回来 给个钱也给你出去 杨青 来 在 叫她进去 把钱给她接着走 哎 我住在瑞门客栈 等杨伯伏回来的时候 麻烦你告诉她一下 哎 林公哥 嗯 老爷 老爷您到了 嗯 大小姐在吗 不在 她到英国商务代办处 找达赫迪先生去了 老爷您请 嗯 老爷您 то 什么 每天我再去看他 老爷 请 张三 安徽的这批茶叶竞价高了 你去跟那个徽商再谈一谈 给包降两成 老爷 这事可是大小姐跟人家签了约的 那是跟她说事不说的 在原来合约的价格上 必须降两成 他们要不愿意 我们还可以安约收工 但是以后的货 你就不要她 我们可以要新龙庄的茶叶 好 我这就去办 快快快 快过来 给老爷上场 那有其他的价格过 还有跟杨恒做的价格生意 大小姐办得还是很好的 你们这就回去 都按大小姐的主意办 是 好 走吧 四个人太太都还好 总共 不了不到五次的门 初一是四个人一起去拉酒料进香 初三 四一太上街买了衣服和手机 添一钱就好了 初七 大一太上街见了她 她娘家的表持 给了一千块营养 初十的夜 初十夜间大一太二一太三一太 去拼了一堆男衣 其他的就在家里打牌 嗯 没吵架吧 刚才二一太 四一太跟大小姐奥气来着 奥什么气啊 四个一太太说要这个月来月利捡 大小姐说等老爷回来再给 可二一太跟四一太就加强弄棒了 说大小姐要把家里的钱 给什么林家的 林家的 把大小姐记得够呛 嗯 胡说八道 什么林家的 林家的 就是台湾悟风那个 邻居们的公子来了 找老爷 天天坐在门外 哦 坐在门外边 怎么回事 怎么让人家坐在门外边呢 阿强第一次跟大小姐谈得不对路 那个林公子办了倦记 说一定要等老爷回来 我们请他几次 他都不愿意进去 因此 他早是坐在门外 这个林家 后来呢 后来 后来二一太那画几个大小姐 大小姐生了气 叫小的到账房 支了一万块银羊 给那个林公子 给了吗 人家不要 林总说了话 说他住在瑞明客栈 说老爷回来 让我们提放你 我们要在台湾做生意 这个林家便不可得罪 还有 这一门是难得的忠烈 我们帮他们家 比我们在台湾哪个庙里进香都更灵 杨琪啊 在 你把我这个话告诉其他的管事 好 以后见了林家的人 一定要客气一些 明白了 我现在就去认为客栈 走吧 谢谢 潮东啊 潮东啊 潮东 小侄拜见杨伯父 你别别别别别 哎呀 这么说你现在也是世袭的云启卫 七品鼎带 哪有官拜民的道理呀 杨伯父 您这么说我心里就难受了 我爹殉国 我才有这个功名 我不能滥用我爹的功名了 哎呀 这话可就不对了 少保宫 为你们机下的硬功 是你该当的嘛 关键是要用好 要光大祖业才对不起他呀 伯父说得是 伯父 那边请 这个地方怎么能住呢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朝总 搬到我家住 啊 不了不了 我出来已经二十多天了 家祖母还一直在家里等着 我等您回来 就是想跟您谈谈 在雾峰开发张老的事 成欲不成我都要回去了 跟我们家那个丫头谈过了 谈过了 大小姐说不能做 那没跟你说 为什么不能做 没说 就说不能做 还说了叫我回去读书一类的话 这个丫头啊 这个丫头啊 赵东啊 她跟你一样 从小就没了吗 是我把她处坏了 贤侄啊 你可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杨伯父 大小姐 她是个好人 好人 好人 说她的人多了 有夸她漂亮的 还有夸她有才的 还有说她什么奇女子的 说她好人 你还是头一个 贤侄啊 你可真有眼力啊 等一会儿 我把你这个话告诉她 她准会帮你 杨伯父 我给您起茶 咱们不在这里谈了 不管开发张老的事 谈得成谈不成 先搬到我家里去 曹总啊 您放心 你林家的事儿 我会帮你的 来人哪 老爷 把林公子的仗给结了 好的 走吧 来来来 把东西放在上面 来 来 好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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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您回来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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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他们四个是你的姨婶子们 姨婶子们好 太子少保 林军们的公子 朝廷世袭的云其卫 我们家的世交 幸亏幸亏 你们四个清点一下自己的东西 好 先知 我们楼上探 好 请 慢走 先知 来来来 请坐 请喝茶 其实说起来都好几十年了 那时候你爷爷还在 我的生意是以卖粮食为主 哪一年都要在你爷爷的手里 买上好几十串的粮食 后来你阿爹出来打仗 他跟的是左大帅 我还帮他买过几百条枪 几十门炮 弹药也一直是我供应 一眨眼的功夫 他们都做骨了 真是光阴四箭 是 杨伯父 我们林家 这些年多亏了您了 我来的时候家族墓也说了 往后少不了麻烦您 哎呀 你看你说的 该出力的地方 我自然会出力 只是开发张脑这件事情 恐怕有点麻烦 那为什么 哦 在你府上 我已经跟老告命陈报过了 我们家呢 一直是在替日本代销张脑 利润还不小 不过签了一个死协定 那就是 我们不能再自己开发张脑 否则的话便是违约 这就是大小姐 为什么说 不能给你们做的原因 哎呀 没事没事 咱们还可以做别的生意吗 比方说 蓝店 茶叶 什么生意 也不能和他们家做 你怎么说话呢 来来来来 我给你引荐一下 这位 阿爹 不要说了 我们的十条货船 刚刚从台湾回来 一次 就被他们家带着台湧 加征了三成的税 阿爹 这样的人家 我们家不能和他们打交道 我们家不能和他们打交道 我 就只有这么一辈子 才能不到秋天就掉落 你刚刚刚飘过 明天曾能是退缺的借口 人 就只有这么一辈子 只要过了河 不能回头 我 我知道人间无趣 这不好走 你知道人间是沧桑 不好受 但是花开已经 人生已逝 泪又算什么 哭又算什么 哭又算什么 人就知道 这么一辈子 总要风经过雨 来过痛过 也哭哭 才能在岁月的门后 把那些心酸当做小坛说 就只有这么一辈子 总要风经过雨 来过痛过 也哭过 典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会唯会 奶奶 我二叔糊涂了 您是不是也老糊涂了呀 跪下 给我跪下 看什么呢 看你的画 画得真像 那不是画 是照片 林家 有大麻烦要来了 难不成 还要抓人杀人吗 我们绝不连累林家 再敢为命 再敢为命